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9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爱申豪基金会办理的2018两岸青年领袖严习营 邀请大陆和台湾的优秀学子一起进行 为期三个星期的严习活动 而9号的中午是来到了慈上日徽度假村 县长黄建廷是受邀出席和学员们共进午餐 并且以城市治理为主题 向参与的学员分享自己是如何让台东变成国际幸福的城市 爱申豪基金会办理为期三个星期的2018两岸青年领袖严习营 9日上午抵达慈上日徽度假村 爱申豪基金会特地邀请县长黄建廷到现场 来向参与严习营的学员分享他是如何让台东变成国际幸福城市 我们每一年办一个两岸青年领袖营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有大概40多位大陆那边的高校的非常精英的学生 到我们台湾来参访三个礼拜 那今年我特别安排他们到台东来听黄县长做一场演讲 因为我最近来过去台东看到台东整个的一个翻转 那也跟黄县长有机会好好的聊了一下 我觉得黄县长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说我看到他的那样子的一个精神 坚持做对的事情 不去考虑自己本身的一个得失 那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对岸的年轻人来学习 所以我特别的安排这样一场演讲 台下的学员认真的听着县长的演讲 并不时的做着笔记 县长黄建廷也希望透过交流活动 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台东 那今天我特别利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分享 这几年台东的改变 分享一些从城市的治理上面得到的一些心得 我们很期待他们在台东短暂的停留 也能够留下一些印象 那让他们将来还有机会再来台东 我觉得两岸之间的交流 从年轻人能够多认识 然后多沟通 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年轻人都能够做朋友 我相信两岸的未来才会是更和平的 我们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跟他们来分享台东的美丽 相信他们也都觉得将来 有机会一定要再来台东 因为这次实在是太短暂了 借着文化交流的方式 让双方的学生可以彼此的交流认识之外 也借由县长的演讲 让他们可以看见台东的改变 记者陈继琳池上相报导 啊